市長今天在日本的時候 聽到說台灣的漁民 就是針對他比較有這個意義 他說台灣的漁民就不是要爭土地 而是要爭土地權 如果他講的是漁民 漁民當然是一定是要爭漁權 但是如果你要選的是這個 國家的這個領導人國家的元首 你所在乎的就不是只有漁權 包括以前比如馬英九總統那個時代 念之在之的 身為這個中華民國的這個 總理總總統就領導了 你是領袖人物 你要對我們的主權要一定的這個堅持 一定這是基本的嘛 所以他如果只是陳述漁民的這個想法 沒錯但是他今天要選的是中華民國 所以他也必須把格局再拉高一點來講說 那站在他的立場 他應該要他要打算做怎麼樣的主張 這個是這個是一個國格的表現 那你怎麼會說台灣人不要釣魚胎的土地 然後只要漁業權 我認為這個日本外戶神在問這個問題 我說這樣好了 先解決我的民生問題 那個有爭議的後面處理 至少因為對我來講 因為我去蘇阿漁港的時候 他們就抱怨盡愛 補儀受到很多限制 被驅趕或是這樣 或是被罰錢 所以說能不能我們先 台灣人民要人先幫我解決 那個有爭議的後面再處理 會不會擔心你這樣子的言論在台灣引發爭議 就是在主權上面 你沒有辦法去表態就是說 釣魚胎的主權是台灣的 我的態度是這樣 有爭議的後面處理 沒有爭議的先 但是也不要為了說一直在主權 然後台灣的漁民不能去補 這更嚴重 所以我的態度還是這樣 先解決現在的問題 以後的問題以後再解決 剛剛有沒有談到一些台日之間的一些戰略低游 或者是一些國防上的問題 當然有啊 不過是這樣啦 這個都是內部會議 就不需要跟你們媒體講 那大概就是他們比較重視的是有哪一些方面 那一樣嘛 他們也是 因為台灣你知道 台灣有事日本有事 為什麼這個會變成標題 因為日本大概97%能源要通過台灣進邊的海域 我對他們來講 當然他們非常關心台灣的安危 因為這直接影響到日本 那他們有就是說要怎麼加強台日 有沒有就是說在國防追發要怎麼去合作 或者是甚至就是說他們會不會在台灣真的是發生危機的時候 他們會來支援台灣 是這樣啦 因為這就涉及國防 就要保持 至少這個就要保持機密 主席你怎麼看出你昨天講麻生太陽 他是自民黨 這我講錯了 他是自民黨裡面的麻生派 不過他跟安倍一向相當友好 那現在有那個定委就是說 你這個好像就是吃東西就只有沾沾醬油 說你沒有做好功課 這總是 講話也沒有辦法百分之百講對 這個 我倒覺得是這樣啦 他自民黨裡面的麻生派 不過他跟安倍一向相當友好 主席那昨天侯友宇跟宣明治合體 那林偉舟也說跟郭壇堆在前衣當中 會不會覺得侯友宇趁你出訪的時候在拉攏郭壇堅 有整個問題國派 這應該的 每個人都會為他的最大利在努力 所以我就覺得很正常 你怎麼看柯萊怡 你不是在講這個核廢料就是說 侯友要處理 但是現在洪燦看說你只置出一張嘴而已 沒有啦 核廢料該怎麼處理 本來他就是有儲存草 本來就要讓他蓋 你不給他蓋他根本就 那些核廢料擺哪裡 所以這個我倒覺得是這樣 這個真的要辯論的時候到時候再來 針對像是超異的問題 柯萊怡說請你不要再評論他 感覺有點生氣 你想想看喔 我就叫他不要氣急敗壞 是你先討論我的 你不要扯我的名字誰理你啊 你覺得你有多重要嗎 那你覺得怎麼看小玉允分析說 民眾黨到現在沒辦法提這個 具有足夠政治 你說誰誰誰講 小玉允 他是怎樣 他說民眾黨到現在還沒有辦法提出 具有足夠實力的區域立委員參選 那他可能會成為未來尋戰的遺跡 他講的就是事實 小玉允是台灣選舉的專家 恐怕比我們自己台灣的還專家 他講的是最對的沒有錯 我們本來就 因為目前這種單一選區 就只能選一個候選人 所以這個 對小黨本來就非常不利 昨天中二轟炸機又飛到日本 那會不會建議日本怎麼跟中國處理 會不會跟他們喊兩岸一家 我怎麼會去建議日本政府該怎麼處理 這個日本政府面對 就同樣的嘛 就好像我們剛才在裡面討論 其實台灣的問題也要台灣自己解決 我們不要老是每天在幻想說 美軍會來 日本的軍隊會來 我們還是要有自己 自己有足夠的能力去應付我們的危機 有議員質疑說在你當台北市長任內 把那個教育基金從140億花到現在是12億 那現在講外要推一些教育政策就沒有錢 所以是挖東牆、西牆這個態度 這個是這樣 錢 這一點我知道 因為我們那個教育基金的確有透支 本來比較多 但是因為他也在基金裡面 所以當時教育局在用 我們是 這件事情我們是知曉的 所以 所以這也反映一個40年 就是說我們那個基金都要重整 就是說沒有必要在每個基金裡面放那麼多錢 要被人挨都買 所以當時我就主張說 凡是基金裡面存款太多 應該要把它用掉 我看會稱讚他是媒體吧 先問一下剛剛跟我們議員的事情 什麼都可以聊啊 什麼都可以聊啊 主要是講 台灣跟日本的合作非常重要 因為對於東亞的和平 那特別是李總統也交代過我一些事情 我想他聯邦議員跟那個李總統也很熟 所以我們要交換一下李總統當時的一些建議 那想要問一下 他今天有沒有主要想要跟柯主席議員 還是什麼 另外還有的是柯主席他要選總統 那他今天見到柯主席 他對他的印象什麼 謝謝 聯邦先生に質問をしたいんですが 本日柯主席とお話ししまして 何か主に伝えたいメッセージもしあれば それとこれから大統領選挙に出るんですが 今日お会いしてどんなイメージでしたか 柯主席からは特に日本では武士道を誰よりも愛している李登輝先生の懐かしいお話も伺わせていただき 勉強になりました 今天我們對談裡面有提到 柯主席有提到非常多關於李登輝前總統的許多的話 我聽了之後感受非常深刻 特に総統選挙が台湾で行われ アメリカでも大統領選挙が行われることから 中国の日本に対する圧力も強くなるとは思いますけれども 台湾の民主主義というのを 私たちはどこよりも重視しています 接下來當然台湾即將進行總統大選 美國也即將開始 接下來要做總統大選 我們可以預想 中國對日本的施壓是越來越大的 但是我們就日方的角度來說的話 我們希望可以堅持民主主義 所以我們會持續觀察台灣的選情 民主請教議員 柯主席議員的感覺是怎麼樣 素敵な人です 非常棒的 那有領導人的氣質嗎 我相信他會是一個好的領導人 另外一方面我想要強調的 例如說台灣有國民黨民進黨民眾黨 這樣子這麼多政黨的選擇 我其實是覺得非常的羨慕 想問一下議員 稍早有跟主席有談到說兩岸的問題嗎 那對於主席的兩岸政策 你怎麼看 短い時間だったので 両岸関係そこまで深刻は話していませんけれども ただ 柯主席の方からは大きな視点で アメリカ 中国 日本 その中での台湾というのを見てください という考え方を示されました 全く同意です 剛才雖然說 這個時間因為非常有限的關係 所以其實關於兩岸問題 並沒有太多的討論 但是剛才柯主席在這個對話當中 也提到了這個台美日的關係 之間是非常的重要 關於這個部分 我是非常的同意 先謝謝 Thank you See you in Taiwan 謝謝我們的台湾見 謝謝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我們講azaいます ノーズ 我們講中文字X вообще 好 解決議員工姻你會講台語 啊台語我不會講 GINA BE EISIGHT GINA GINA BEISIGHT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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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